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得不到重用 而且很容易会被小人惦记上 总的来讲 本年为贵人不得力 小人运猖狂的一个年份 对生肖虎来讲可谓劫难重重 因此说2024龙年生肖虎的日子并不好过 各方面都要谨慎小心 在事业方面 属虎者流年逢笔肩做偏财 有力的方面包括 属虎人今年事业野心增加 又多有与人合作的机会 再加上天才流年 财望升官 事业发展机遇明显增加 六百五曲星飞临本宫则是锦上添花 给属虎人带来了事业腾飞 因此属虎人这一年在事业方面可好好把握 本年不利的是 比奸名透 劫财暗藏 比结合力客财 加上天狗等黑药临身 属虎者跟人合作或共事容易出现争端 因此交友或合作涉及利益之事还需谨慎对待 在财运方面 遂君臣土为银木的偏财星 今年银中假木做客臣室 为主动求财之相 意味着属虎人进入偏财之年 求财欲望增强 能积极发展多元化的生意业务 尤其今年得六百五曲星这颗 历生偏财的吉星 辅助 属虎人赚取偏财 副业收入的机遇陡增 但年甘比肩争财 要注意避免因收益分配或量争模仿带来的隐患 加上本年见天狗等黑药入宫 属虎人本年若是通过激进或不当的手段来贪求利益 恐有损舌的风险 在感情方面 属虎者进入偏财当望之年 又见比肩名幼 人缘及陶龙缘分都会增强 对于单身男女而言 照致令自己心动的对象 不妨多给彼此一些时间来深入了解 因今年笔节目气能量天强 又逢天枯 意味着感情上亦有怨对烦恼之事 属虎男女今年若希望感情婚恋和谐 需要多体贴和理解另一半 物作义气之争 有对象或有家世之人物贪恋外源 以免影响原有的感情 在健康方面 今年甲木透出 做克尘土 形成木土交战之下 一方面要注意受克的土代表身体部位或脏腑带来的不适 一方面要注意甲木象征的肝胆 头脑面部 毛发 甲状线 筋络 骨关节等方面积换 本年 调课等黑星飞林 年纪偏大或体弱之人 要做好日常的养生保健 多多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避免缠绵病塌 总体来看 属胡者进入2024甲陈年 事业工作 人脉合作 求财赚钱等方面会迎来明显的转机 自身信心 认知及能力有望增强 因此本年已把握良机 向贵人及志同道合之人借力 积极实现自己的报复与目标 若有关于莫来事业或考学的发展 去项级规划 财富或情感或健康等方面的难题 建议咨询师傅推知趋势力证参考决策 其次 说完属胡人的整体方向 我们再来看看属胡者走势提醒吧 一 吉星六百 六百 五曲星 又名 开阳星 化气为财 为九星中掌管偏财的吉星 代表了财富 权威 领导力等 六百属金 进入良功得土相生 金气得以增强 有助于属胡人发挥工作能力 提升事业地位 创造更多的财富 二 黑药天窟 天狗 吊客 天窟 未哭须之药 流年逢之 容易因为是非滋扰 出现令人伤怀虚息 难过哭泣之事 属胡者 本年遇见天狗 需提防财物损失 意外受伤 萧小捣乱之事 吊客 代表家事不宁 有伤病吊咽 哀气之事 要关心周围亲友的身心健康 第三点 我们来说说属胡者四大走势吧 一 正财偏财 偏财流年 虎人今年财富风龙 求财机会多 能接触到不少赚钱门道 对财富商机的捕捉会变得更加敏锐 对金钱物质方面的欲望也会大大增强 利于经营 合作 投资等商业活动 但需要注意的是 晨中暗藏劫财一幕 比结征才艺使财富分流或减损 喜欢从事冒险投机事业或热爱投资的属虎朋友 今年切勿急功近利 同时应避免金钱外借或做担保 并注意防范身边人 否则容易损财破财 此外建议属虎的朋友在这种财富大旺的年份 安放紫经洞风水百建来优化磁场 稳守财库 助力属虎人心想事成 二 事业学业 流年财望观望 属虎人今年求财求官皆有运有利 年逢六百吉兴 对晋升掌权 彰显领导财干 提升地位均较为有利 逢笔尖做偏财 属虎人2024年才华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人际关系舒心 斗志昂扬 努力表现 有晋升机会 甚或顺势解决一些长期以来的困难 学生朋友今年会遇到严厉的老师 有助于学习进步和成绩提高 三 健康安全 受天狗 天枯 急 吊克 黑星入命的影响 属虎人2024年的健康方面不容乐观 今年需非常主张陈年日极倦式重来 就极难愈 同时还可能罹患心病 可谓祸不单行 稍不注意就会全年陷入疾病的折磨之中 财星流年也很容易因过分投入工作或单于酒色享乐 而损害身体健康 流年地之牧师相克 容易有腰腹 脾胃 肿快 节食等方面的疾痛 注意针对性养生和饮食调节 可在家中健康位摆放 葫芦百福齐聚百健 来助力属虎人和家身康体态 诸事如意 以妻和家安康 四 婚恋姻缘 甲晨年属 虎人天才当旺 人缘桃花运大好 容易得到异性的青睐与帮扶 单身人士今年有机会脱单 不宜过于被动保守 以免错失良缘 但笔节偏强 又逢天哭 说明感情一生波澜 也需注意半路杀出个成咬金 被他人劫走桃花 已婚人士这一年 则需注意避嫌墙外桃花 希望感情婚姻稳定幸福的朋友可结缘 龙凤成祥 来为你的桃花锦上添花 最后我要分享的就是 属虎人如何立护本年走势 大家千万要重视 以立护事业 行财星流年 观星得升 属虎人假陈年事业畅旺 今年在工作中容易有贵人点拨 有望突破以往的瓶颈 得到极大的成长 属虎人今年可主动充电学习 自我增值 以便更好地把握住加薪 尽职 提升事业格局的机会 不利之处在于比肩劫财 辛苦得到的成果容易被他人抢走 遇到好机会也容易出现恶性竞争 加上天狗 等礼临身 属虑者与人合作或共事时也容易出现纠纷 或是身边信任的朋友给你带来出其不意的负面影响 因此交友或合作涉及利益之事还需谨慎对待 建议可摆放 鼎盛千秋来尽力减轻黑星带来的不利冲击 消除人际关系方面的违和 增强人脉助力 二 利护财富 今年遂君臣土为玉木的偏财星 流年又见六百偏财大吉星来助力 属绿人这一年赚取偏财 副业收入的机遇陆增 只要是通过正当途径来创业吸金 财富走势就会相对稳劲 但属虎人要注意 年干笔节争财 亦使财富分流或减损 要注意避免因收益分配不均或他人竞争模仿带来的损财破财隐患 加上本年见天狗等黑药入宫 求财风险较多 属虎人本年求财物必要遵纪守法 通过正规渠道来证得财富 莫贪快求多走捷径 三 立护因缘 财观双旺的年份 属虎人不愁没有好桃花 单身男女有机会结识更多新朋友 也有望通过长辈及朋友牵线脱单 已有伴侣的属虎人 今年有望感情升温 已婚夫妇在偏财流年 也可恩爱美满 但所谓居安思威 今年属虎人与笔尖结财 人缘桃花方面要小心他人搅局 感情上也亦有与人竞争之相 已婚属虎人士则要保持警惕 避免陷入三角恋烂桃花的泥沼 今年想要谈婚论嫁或是邂逅正缘的朋友 适宜安放龙凤城祥来助力感情桃花 稳固婚恋情缘 守护真爱 四 立护健康 属虎人甲陈年要特别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财新流年 容易因野心勃勃 过分投入求财 导致健康出现状况 再加上流年煞药天枯 吊客等的飞入 健康的方面在天隐忧 属虎人一方面要调养好身体 预防意外灾殃 另方面也要关心家庭成员 尤其是长辈亲人的健康状况 避免汇集记忆 延误治疗时机 建议给自己和家人准备投保意外险和医疗保险 以免不识支票 转移风险 自驾车或外出远行时 要增强安全意识 小心防范交通意外 此外 家中摆放葫芦百福齐聚百建 来助力健康 调顺平安磁场 来远离汇气 也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